我现在呢是在2022世界机器人博览会的现场 人形机器人在今年是以专区的形式呈现 相信呢大家对去年的爱因斯坦机器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今年出现在博览会现场的是邓丽君形象的机器人 今年的人形机器人呢不仅会演唱歌曲 机器人呢还添加了面部表情动作的捕捉系统 机器人的仿人神态更加的唯妙唯肖 我们的这个表演机器人呢又可以把他的这个歌曲 把他所要表达的这个内容通过肢体表情 动作以及他的声音能够传递出来 应该说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机器人公司 能够做得到的 我刚看见有一个小狗很像军队的一个一种小狗 它是替人做的很多我都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机器人博览会的现场每个整点还会有 百余之机器狗的群舞表演 来参观的观众呢需要准备48小时的核酸 建议大家呢采用绿色出行的方式前往会场